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编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8月8号 星期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据CNBC在今天美东时间傍晚的报道 执法人员突袭了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家 似乎对他的多项刑事调查空前升级 川普总统没有说为什么特工会出现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家里 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的住所目前被一大群FBI特工围困 突袭还有占领 川普表示 这次突袭是没有宣布的 他说 这次突击突袭我家没有必要也不合适 川普在声明中说 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 现在是黑暗时期 因为我美丽的家佛罗里达州宗里全的海湖庄园 目前正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围困 突袭还有占领 美国总统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与相关的政府机构合作以后 这次对我家的突袭搜查是没有必要或者是不合适的 这是检察官的不当行为 司法系统的武器化以及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攻击 他们不想让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 特别是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 他们同样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和党人和保守党 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这次攻击只能发生在破碎的第三世界国家 可悲的是 美国现在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之一 腐败的程度前所未有 他们甚至破解我的保险箱 这和特工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水门事件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 反过来 民主党人闯入了美国第45任总统的家 对川普的政治迫害已经持续了多年 现在完全揭穿了俄罗斯骗局 弹劾骗局等等 他永远不会结束 这是最高水平的政治目标 川普在声明中说 希拉里·克林顿在被国会传唤以后 被允许删除和清洗33000封电子邮件 还以绝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追究他的责任 他甚至从白宫拿走了古董家具和其他物品 我挺身而出 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 恢复了人民的权利 并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服务 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建制派讨厌他 现在当他们看到我的支持候选人赢得大胜利 并看到我所有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时 他们再次试图阻止我和共和党 必须揭露和阻止无法无天 政治迫害还有猎物 我将继续为伟大的美国人民而战 目前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回复CNBC 对川普声明发表评论的请求 中共近日围台军演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拜登今天8月8日表示 他担忧中共在台湾周边海空区域采取的行动 他关切的是中共动员规模 不过他认为 中共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作为 而日本防卫大臣今天暗示 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 韩国也开始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势大胆说不 专家分析 中共误判了这次军演的行动 反而让美国和其他盟友更加的团结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 目前中共军队还没有收手 台湾国防部表示 截止到昨天8月7日傍晚 台湾共真获中共66架次军机 14艘次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白宫6日曾经表示 这些军事演习使中共企图升级台海危机 是具有挑衅性的增加了军事误判的风险 今天8月8日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记者会上透露了一个消息 日本自卫队前一阵子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 首度进行了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训练 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时 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 明显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力的危机状态 自卫队就可以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 8月4日刚刚完成的由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 日本、澳洲、印度等等共26个国家都有参加 日本也派出海上自卫队的准航空母舰 出云号还有高波号护卫舰 陆上自卫队也都有参与 岸信夫说 日本自卫队为应对各种事态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至于存亡危机事态的训练的内容 他表示不便透露 有日媒指出 台海局势持续的紧张 岸信夫可能是想借由公布此事 以对中共展开威慑力 另外 近日中共对韩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也令韩国反感 韩国东亚日报报道说 文在寅因为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曾经向中共承诺三部原则 而赵立坚近日施压韩国尹锡瑞政府 不能回避旧账 公该要求韩国必须维持文在寅政府的三部政策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高层人士郑重反驳 这不是承诺 专家分析说 中共的围台军演是中共的误判 一方面使得美国以及盟友更加的团结 也可以让美国更加看清中共实力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约翰斯通说 日本的立场就说明中共是怎么误判的 中共的反应反而加强了日本国内要自我增强的共识 以及日本的安全与台湾的安全是相关的 除此之外 澳洲也有所反应 澳大利亚专家埃德尔说 现在澳洲人正在讨论 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澳洲的角色将是什么 据澳洲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有75%的澳洲人认为 中共在未来20年内 有可能会对澳洲构成军事威胁 澳大利亚现在更倾向于澳洲与美日更紧密的合作 另外这次中共的军演更贴近实战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指出 这对美国和盟友来说 这些军演给外界提供了宝贵的良机 让他们可以分析中共的实力 看看中共有哪些战术 有哪些先行的武器系统 怎么样调动发动攻击等等战力 并搜集相关的情资 也有分析认为 北京在对美国宣泄怒气之后 外交面临两难 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学者李明江预测 接下来北京政府会逐步的调整政策 因为在今年二十大洗牌之前 稳定才是首要的任务 在透过军事演习 经济制裁 还有外交战 发泄怒气之后 北京需要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形势 做出让步 这才符合中方的整体利益 美国参议院8月7日通过了 民主党推动的 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 这个法案推出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发展干净能源 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对数十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增税 以减少联邦赤字 并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法案一方面将会投入4300亿美元 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药物价格 另外一方面将会对大企业加税 以筹集7400亿美元来缓解财政赤字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这个法案经过了近16个小时的辩论 还有一系列修正案的审议以后 以51票对50票在参议院艰苦的过关 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同票 共和党议员全部投下反对票 最后副总统哈里斯投下关键一票 打破了僵局 使民主党赢得了表决的胜利 川普在法案通过以后 抨击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他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写道 麦康奈尔在今天的投票中 被参议院民主党人玩得团团转 他先是给了他们假的基础设施法案 然后使枪支 但他从没有将债务上限作为谈判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都给了人家了 却什么都没得到 现在麦康奈尔一点头绪都没有 他对共和党来说太糟糕了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表明 即使7400亿美元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对通胀将产生微弱或者是负面影响 办公室主任斯瓦格尔指出 根据这项法案 2023年估计通货膨胀率 可能比现在低0.1%或者是高出0.1%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兰汉姆在5日 称这项民主党力推的法案 是一场他们在征税还有支出上的盛战 他说 这个法案不仅不能减少美国的通货膨胀 还会进一步使经济衰退 因为它给大企业加税太重 会增加成本 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也指出 这个法案对通货膨胀影响很小 他说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以及其他研究过这项法案的经济组织表示 法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 目前这个法案被送去众议院投票 对此时政评论人士蓝树先生认为 这一次以民主党为主导的 通过的这个所谓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实际上是一种饮阵止渴的办法 目前的美国它所面对的通胀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政府花钱花多了 所造成的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这一次呢 要花更多的钱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让市面上流行的货币更多起来 这种的完完全全就是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 但是呢 对于民主党来说 这个是用政府花钱去解决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它的基因的一部分 写在它的基因里面了 它也不会别的办法 可以预料的是 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不会有任何的好转 只会变得越来越差 日前有医疗期刊指出 在中国又发现了一种新的 可感染人类的动物原性病毒 狼牙病毒 而日前 美国专家在参议院作证时惊爆 武汉研究室正在对狼牙病毒的近亲 利百病毒进行基因改造 这完全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 利百病毒同样是以蝙蝠为媒介 感染以后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但它还会造成神经性疾病 利百病毒不但致死力 远远高于新冠病毒 而且人畜共通 近日 美国临床阶段制药公司的执行长奎伊 在参议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 备受争议的武汉研究室 一直以来在进行增强病毒的效力或传播的功能增益研究 奎伊揭露 他和其他科学家对2019年12月份 由武汉实验室测序 并对外公布的新冠患者的样本进行了分析检测 通过这个分析 他们发现了20多种非预期基因污染物 他们认为 这些污染物是研究时进行了其他研究的证据 奎伊指出 在武汉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 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基因污染物 就是非常危险的利百病毒的复制载体 他在书面证词中说 这是我遇到过最危险的研究 奎伊表示 利百病毒的致死率超过60% 比伊波拉病毒致死率还高 也比新冠病毒致死率高60倍左右 不过由于它不是经过空气传播 所以传播性比较低 但如果实验室中经过功能增益的利百病毒爆发感染 就不是武汉病毒赶得上的了 研究分析 这次狼牙病毒的基因型发现属于亨尼巴病毒的其中一种 在山东、河南已经发现了35例出现急性症状的感染者 其中有26例仅感染了狼牙病毒 26例患者表现为发烧、乏力、咳嗽、肌肉痛、恶心、血桥板低、白细胞减少等等异常的反应 研究也发现在饲养的动物当中也检验出这种病毒 中山医大附属医院儿童急诊科主任谢宗学认为不用太担心 虽然狼牙病毒的实际致死率不明 但致命率高的病毒传染力通常不会太强 比较难导致世界级的流行病 他认为目前只需要警戒、不需要恐惧 日前1.2万年前冰河时期的一群成人还有儿童 在潜水中行走的神秘88个脚印化石 在犹他州大盐湖沙漠的一个考古遗址中 意外地被康奈尔大学的科研小组发现了 而这很可能会改变每周的人文历史 7月初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鄂本还有杜克 在犹他州空军测试和训练场范围内 偶然发现了地面上出现的幽灵脚印 这些脚印非常神秘 当水分掐到好处时 它们就会出现 当天气条件不够湿润的时候 它们就会消失 鄂本发现这些脚印 与他早前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调查的 史前人类脚印极为相似 随即展开了调查 远西人类研究所小组的杜克 挖掘了其中的一些脚印 进一步研究 确认这些隐藏的足迹是存在的 记录了88个脚印 有成人的脚印也有5-12岁儿童的脚印 研究人员推测这些脚印可以追溯至1.2万年前的冰河时代 研究人员还在营地发现了被烧焦的一半的烟草种子 这可能是人类使用烟草的最早证据了 几十年来 人们普遍认为 人类首次抵达北美是在1.3万年到1.6万年间 但是科学家们在2009年 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发现的人类足迹证时 早期人类大约在2.3万年前就已经定居在美洲大陆了 犹他州的遗址 没有白沙国家公园那么古老和大规模 但鄂本说 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发现 他们将很快发布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希望之声TV以报道真实新闻 关怀华人生活 传承传统文化 一直在不断地努力着 我们坚持每天九档新闻为您传递各方的消息 媒体运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还有物力 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任何捐款 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是小兰 别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